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 彰化县西州江西错社区台一线两旁种满黄金风铃木 近日进入开花旗 金黄色花朵绽放相当吸睛 吸引不少过路人停车拍照 连前立法委员郑汝芬也来绘画写真 对这条黄金台一线赞叹不已 西错村村长吕永复表示 受连年风灾影响 花矿不佳 这次睽违三年再度满开 成为张南边境最美的景色 台一线中山路 三十年前进行道路拓宽 政府从国道一号高架桥下至转往西州大桥前路口 全长约二八公里道路 两旁种植近三百颗黄金风铃木 每年三月树叶掉光 树梢就开始绽放黄色花苞 盛开时整条台一线犹如黄金狼道 成为特色 真的太美了 正如芬说今年春暖花开 黄金风铃木花开的特别茂盛 刚好最近在学作画 特别来取景写声 希望为西州风光景色 留下纪念 旅客王爱霞说 一路黄海重斥大马路 太令人欣喜 所以特别停下脚步拍照 现议员李俊玉表示 盼能延续花再彰化的魅力 今日邀请城关处西措社区发展协会来勘察 希望结合资源推广当力观光 刘永复说 前三年遭遇风灾雨寒害 造成花矿不佳 今年黄金风铃花似乎蓄势待发 已经有五成盛开 预计花季为迟一个月 闪花要趁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俊玉